其他做法了 但目前没有要讨论护照的部分 部长 上次我有问一个问题 想请问你 找到答案没有 沈大使 上次在那个脸书上面写了说 奉电令办理征求新时同意函 当日即办妥函稿 报部请和 为此会奉附 5月初再催义无结果 请问现在美美斯同仁 查出来答案没有 那个大使或是代表这句话 你们回答是什么 报告委员 因为那个 他沈大使当初报回来的这个电报 我们确实没有答复 所以是谁没有答复 是北美市里面 北美市也没有答复 外交部也没有答复 那是什么回事 这么重要的话 这样就压在外交部 为什么没有答复 是科长决定 副市长 报委员 我们没有答复的是 沈大使的辞呈 那可是他这么说的啊 他不是讲那个啊 他讲这个同意函耶 他同意函只是一个稿 并不是一个函 对 那函 他讲函稿的部分啊 他有没有叫你们把那个稿 请你们看一下 报委员有 那你们就不看 当做没看到 我们有看 但是我们并没有合复 那为什么不合复 因为北美市并没有这样的权限 那你也没告诉他 我没这个权限 我们有告诉他 就把这个 告诉他没这个权限 我们有告诉他 这是私底下有告诉 沈大使说 这个 有电报往来吗 有电报往来吗 报委员没有 所以呢 接下来就当做没发生这回事 那他也说没收到你们的一个核稿 所以我也不出去了 不是 报委员 我们在520之后就有合复了 那为什么要拖到520 我不太懂 你自己说 你先告诉我说 你没这个权利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 520之后你们才合复 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520之后 是由新的政府来做这个 那怎么突然间 北美市又有权力合复 他的喊稿了 报委员 我们北美市并不是自己合复 我们是遵照 府的指示 是的 所以府没有跟你们指示 你们不敢合他的稿 是不是这样 报委员 因为这个 试设 那副长我想请问一下 新的人事任命 沈代表 两件事 一个是人事任命 他的请辞的部分 一个是稿 同一份电报吗 同一份电报吗 一个电报里面写说我要辞 另外说我要提一个同意函 同一份电报 报委员是 然后你们是不回的是哪一部分 是辞的部分还是稿的部分 都不处理 报委员 这两部分我们都没有合复当初 那我想请问一下 沈大使这句话有没有错 这样就好 他这样写有没有错 他里面没有写说 他的辞职不被批 他讲的是说 你们不批他那个稿 报委员 就技术面上来 沈大使这样讲 在字面上是没有错误的 好啦 我只想 我知道答案啦 答案就是你们 部里面 完全不处理 他那个稿的部分 所以他说 你们说他 压着那个同一函 不去向美方请示 事实上 是我们外交部 把他挡住了嘛 外交部不敢做对 是府里面 也不同意嘛 对不对 所以整个拖到现在 才会出现这个状况 报委员 我们没有奉到府方的指示 来核定这个 有没有转成给府里面 报委员有 辞职信 跟那个 都有转成 都有转成 然后所以压在总统府 对 你们不敢动 因为府里面没有给你 这个任何的指示 我知道答案了 请回 府里面把他压住了 我没有怪你们 不理了 部长我们知道 我们参与我们国际组织 经常面临这三个挑战 身份名称跟地位的部分 对 经常是要做取舍的 对 即便像WTO 我们只要用TPKM 这样一个非常委屈 而且只设不明 对很多国家 只设不明的一个名称 都是一些妥协的结果 没有错嘛 所以这是国际谈判的一个结果 对 但是我们的立场 还是要坚定 当然 妥协我们是不接受 我们还有总要的目标 还是要有嘛 对 那部长请问一下 我们WTO WHO 想不想成为会员 我们现在是用观察员 我知道 我们有没有一个目标 还是想成为会员 这个立场有没有改变 这当然是我们的目标 也是可能也算 从目前来讲 很坦白来讲 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中长期的目标 没有错嘛 就好像联合国 我们还是想加入嘛 对 所以WTO并没有说 我们以后就完全接受了 这个所谓观察员的安排 当然不会以此为满足 没有错 有机会 当然 所以我们具体的目标 还是希望成为正式会员 这个努力还是不能中断的 当然 观察员只是一种委屈的安排 对不对 但是绝对不能接受 social member 当然不会 你知道 social member最大不同在什么地方 当然知道 这个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当然我们要不然就是做一个full member 对 完全的一个会员 在那个状况没有办法达成之前 我们委屈求全 在这个国际现实的妥协之下 我们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对没有错 换句话说 由别人来代表我们 然后成为他一部分这种所谓的 social member觉得不接受 所以会员还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这一定是我们的 这个国家争取的长期 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你知道这个案子吗 对 我们在去年9月的时候 跟哥伦比亚工商总署 签订一个竞争法适用的了解备忘录 对 然后在今年他告诉我们 片面取消了 是 你知道这个案子 是 你知道原因吗 我想 我想这个 这个罗伟员是国际政治的 这个哲学博士 也非常的清楚 这个所谓的一中原则 所以是一中原则 对不对 所谓 所以我用所谓 就是上面搭一个框框 对 所谓的一中原则 可以说是对于每个国家 它的定义跟权势 不完全一样 像美国对一中原则 跟北京的一中原则 中间就有相当的差异 美国是一中政策 部长你很清楚 对 就是美国对这个的看法是 有相当的差异 不相当了解 相当想像哥伦比亚的看法 可能就是跟北京的看法 没有错 哥伦比亚的看法是一样 所以他用这个原则 可是问题出现了 我们在九月时候 谈的时候都没事情 到了四月份时候被对翻了 曹市长怎么回事 是他们的外交部门不接受 还是怎么样 市长 这个协定原来是一个 技术性的协定 并不设政治 所以当时签的时候 是很顺利 但是他哥伦比亚的亚太斯 在当他工商部 把这个文件 送到外交部的时候 亚太斯有意见了 所以他们是从政治的角度切入 所以不论从WHO 不论像这样一个技术性的东西 他们最后用政治的干扰我们 对不对 证明中国的一中原则 事实上是无所不在的 是打压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部长我来请问一下 Motova跟我们的关系 到底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有限 因为他究竟还是当年 前苏联的影响 没有错 非常深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 我接到一个陈情 我们一个民众 要去Motova去的时候 他说 You cannot travel to Motova with a Taiwanese passport 你不用拿台湾的护照 It is not recognized in our country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这我不知道 这个人他有写信 给我们领务局 请他们协助 领务局的回答 主动向Motova 表示我国关切 目前上代Motova 正式回应 请帮我们了解一下 现在到底Motova 有没有回应 因为我们知道 最后的结果 这个人 他拿中国的旅行文件 才能够拿到Motova的签证 才能进入Motova 但重点来了 因为那是 他们单方的作为 他不承认我们护照 那没办法 可是请告诉我们 领务局的网站 在介绍Motova 这个国家的时候 部长 我们领务局的网站 告诉我们 要去Motova 要注意什么 即便这边告诉我们 申请Motova 签证 应该准备下列文件 这边写错了 申请Motova的签证 第一个 告诉我们 为Motova 公和国所承认 或认可的 有效护照 这样写 结果我们拿我们护照去 他说不认可 结果他说 你们要拿中国的旅行文件 领务局 有没有善尽告知国人的责任 说我们的护照 没有被他承认 没有 我们国人在英国 因为它是Motova 商务的关系 就被拒绝 结果我们网站写的 要拿他们所承认 或认可的护照 你又不敢写说 我们护照不被承认 可是显然这个资讯 是有误导 一般民众可能认为 我们的护照应该是被承认 对不对 部长 这要资讯要稍微调整一下 一定要调整 不然一般民众 他更不知道 哪些国家不准Motova 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 你们资讯要告诉国人 否则白跑一趟 甚至在国外 在申请的时候出问题 好不好 最后我要请部长 主席一分钟就好 我讲那么多 只想告诉各位 从WHO一路下来 中国在国际上 对我们打压 从来没有停止过 部长对不对 这完全正确 可是重点来了 在2008年之前 我们外交部 都有公布所谓的 中国大陆阻挠我国际空间 的一个案例的资讯 让国人知道 我们在外交上处境 还是很辛苦的 中国不断打压我们的 我在3月份咨询 前部长的时候提到 为什么从2008年之后 我们这个资讯就不再公开了 部长都说 大时候会去检讨 那我们再请问李部长 新的部长 以后这个资讯 可不可以再继续放在 外交部网站上面 这个我们应该要 仔细检讨一下 我们相关的 请放上来 好不好 我们要检讨 大家有色色敏感的 邦交国外 我们可以不放 但至少一般的 至少从NGO打压 护照打压 签证打压 请告诉我们 国人 不然你就把这个网页拿掉 你前面列大大堆 结果到2007年 2008年之后就停住了 从来不更新 不是很奇怪吗 是 部长 可不可以承论我们 好好整理这个网站 继续告诉国人 我们要忧患意识 敌我意识 在外交上尤其是无耻 让我们知道 中共在国际社会上 从WHO一路下来 如何打压 我们的国际参与 好不好 好的 谢谢部长 谢谢罗委员 好 谢谢罗委员 好 谢谢罗委员 好 那我们再来请 蔡世英 蔡委员 主席能不能请我们外交部部长上台 蔡委员早 主席你好 部长好 因为上个礼拜 你第一次来背询的时候 刚刚我在WHO没有参与 我想说首先第一件事情 这个部长应该晓得 最近这几天 这个美国政府 有发布对欧洲的旅游警示 那我想就这个部分 我想知道就是说 第一个 这个暑假即将要来到 外交部对于欧洲的旅游警示 有没有新的变化 这个部分是我们的欧洲司 报告委员 我们随时再密切地关注 我们的相关住管 也会把相关的情形 所以我们昨天在文字 都有一次来上载 好 那我想请你说明一下 目前来讲 暑假这两个月 暑假这两个月 到欧洲旅游里面 包括6月10号到7月10号的 法国欧洲杯 7月2号到7月14号的 环法自行车赛 还有英国的夏季音乐 这几个活动 你们有没有考虑 要提升它的旅游警示 因为就其他国家来讲 已经有发布了 那好像我们还没看到 还是我们的政府认为说 就你们的评估 觉得是OK的 还是觉得有可能需要发布 报告委员 我们的住处都会密切注意 但是在提升旅游警示 有几个元素需要考虑 第一个是当地政府 他们对这个活动 它的认定的安全范围 另外一个是主要国家 对这个活动 跟在这个国家 举行的一个安全的情势 那这个主客观因素 我们都会做整体的评估 我为什么要这样跟你讲 因为英国跟美国 你看这新闻里面有写到 英美有提出夏日旅 已经提出来了 那因为我看到的 我们只有写英国而已 好像其他法国的部分没有写到 所以我想说 能不能请我们外交部这边 能不能禁述这几天之内 就这个部分来确认 我们有没有需要发布旅游警示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 如果说认为没有问题 当然就维持原状不用发布 如果说得到我们的评估结果 跟英美几个国家的评估结果 是一样的话 那我想说我们外交部 在这部分要禁述发布 让我们的国人能够知道 因为我们的领事事务局 现在有推一个 关于一个line的一个东西 我想部长知道这个东西吗 领务局里面有推一个 旅游的一个line 是 报告委员 我们主要是提供最新的资讯 知道嘛 那我想请教一下 在座我们外交部的官员 有没有人装这个line啊 要加入 有加入 对啊 我知道 有没有人加入啊 这个 我们局长 你这边你有加入吗 我是副局长 你副长你有加入吗 那部长你有加入吗 没有 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司长们 你们有加入吗 有没有 没有人加入 这个宣导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 目前参与有加入 好像11万多而已嘛 离我们整体国人的 出国旅游的数量啊 还有一段明显的差距 那我想说外交部自己的同仁 都不去用它 我们如何去宣传 我们一般的 我们出国旅游的民众 要来参与 加入这个line 好不好 所以总想说 这个副局长这个部分 你可能回去 从外交部开始 我们所有的这个 相关人去加入了解一下 这个里面写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的 谢谢大家的 谢谢大家的